好 各位考试 我们继续学习行政复议的内容 明确了我们这个行政复议的范围 哪些具体的行政行为 我们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 这些行政行为里面 哪些是先复议再诉讼的 哪些是可以先复议再诉讼 也可以直接提及诉讼的 那这个明确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去哪里复议 也就是我们第三个黑体字 行政复议的机构和管辖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有关的机构的设置和人员要求 那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 这个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 为这个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一些法定机构 那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 可以成立行政复议委员会 研究一些重大疑难案件 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三个 行政复议委员会可以要求本机构 邀请本机构以外的 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 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要求是什么 强调的是初次 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 我们一定要通过国家法考 取得这个法律职业资格 这是现在要求 以前老人用老办法 新人用新办法 也就是说只要 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各级税务机关 他招录的这个公务员召考里面 如果说是有一些行政复议人员的 要求招录行政复议人员的 他都要求你提供相应 通过这个法律 必须要通过国家法考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知道一下 那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复议管辖 我去哪里申请行政复议 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原则 第一个 对于各级税务局 具体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找谁 上一级税务局 我们找上一级税务局 这是原则 大的原则 你比如说 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 做出的一个行政行为不符 那我找谁 找他的上一级 也就是北京市税务局 申请什么 行政复议 第二个 对于计划单列是 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那么我们找谁复议 很特殊 找谁 找总局 申请行政复议 那对于计划单列是的话 我在哪里讲过的 回忆一下 我肯定讲过 讲义里面肯定有 在哪里 在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当中的 什么地方 哪里讲过的 我是补充给各位的 在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当中的什么 房屋租金 房屋租金不是 1500、1800吗 1500是用于哪些城市 直辖市 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 那么计划单列市的话 我们国家目前有几个 五个 由北向南 分别是什么 大连 青岛 宁波 厦门 还有个什么 深圳 对不对 五个计划单列市 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像大连 市税务局具体的行政行为不符 尽管大连它是在辽宁省的 对吧 但是你要申请赋议 不是找辽宁省税务局申请行政赋议 找谁赋议 找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赋议 清楚了没有 这一定要去注意 这是一个 第三个 对于税务所 各级税务局的 税查局具体行政行为不符的 找谁 找所属的税务局申请行政赋议 什么意思 比如说某某市 这个税务局当中的 下面的一个税查局 对我做出的一个行政行为 我不符 找谁 找其某某市的税务局 所属的税务局申请行政赋议 下面一个 对于总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的 找谁 还是找总局 因为总局你在网上没有税务机关了 对不对 所以说总局的行政行为不符 找谁赋议 还是找总局赋议 那么如果说对于总局的赋议 还不符的 怎么办 两选一 你要么向法院提起什么 行政诉讼 要么向谁 向总局的领导 也就是 国务院申请什么 行政裁决 国务院的行政裁决 为最终裁决 为总局裁决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特殊管辖 那么对于两个以上的税务机关 以共同的名义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找谁 找共同的上一级 比如说北京市海淀区 这个税务局 跟什么北京市什么 房山区税务局 做出一个什么行政行为 两个税务机关 以共同的名义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 找谁 找共同的上级 北京市税务局申请行政服役 那么对于税务机关 与其他行政机关 税务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 以共同的名义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我们找谁 找共同的什么 上一级 我们强调是共同的上一级 申请行政服役 那对于被撤销的 税务机关在撤销前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那么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 税务机关的上一级 税务机关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其实还是找的是上一级 其实还是找的上一级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上海市 上海市以前有个 那个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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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扎北区 后来扎北区的话 和静安区合并了 现在叫做新的静安区 那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撤销的税务机关 那原来的这个扎北区 税务局在撤销前 做出了一个行政行为 我不符 我服役 找谁服役 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税务机关 也就是继续行使 扎北区的税务局的 这个征管的机关 应该是什么 静安区税务局 向静安区税务局的上一级 就是上一级税务局 申请行政服役 就这意思 另外 对于税务机关做出预期 不交纳罚款 加储罚款不服的 找谁服役 找向做出 主罚决定的税务机关 申请行政服役 如果说是对于 已储罚款和加储罚款 都不服的 找谁 一并向做出 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 的上一级税务机关 做出这个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什么意思 这两个你要注意区分 你到底是对哪个不服 比如说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 对我做出一个罚款 罚款我认 但是我们当做罚款的话 你超过15天的话 每天3%加储罚款 我现在对这3%的加储罚款不服 罚款我认的 但是3%的加储罚款我不服 那要服役 找谁服役 做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 找谁 找海淀区税务局申请行政服役 但是如果说你是对于 已储罚款和加储罚款都不服 那找谁 找上一级 北京市税务局申请行政服役 懂了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规定 那么对于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我们向设立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服役 那么对于政府工作部门 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以自己的名义 也强调是这个派出机构 以自己的名义 做出行政行为的不服 我们找谁 找设立派出机构的部门 或者说是部门的人民政府 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 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那么对于法律授权的组织 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那么我们分别像什么 直接管理该项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 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 或者国务院部门 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强调是授权组织 这授权组织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这个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像我们主要是 如果说涉税的话 就是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那这个其实是按照我们法律法会 授权的一个组织 那它讲是讲一个组织 但是这个注册税务师协会 可能对于某一些行政行为 我不服的话 我们找谁 那么管理该注册税务师 比如说是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那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这个级别相对高一点 那你要找谁 要找总局申请行政服役了 对不对 它是由国务院这个部门 来申请行政服役 应该要找这个国家税务总局 来申请行政服役了 但是你比如说像什么 像这个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那这个你可以找 这个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 或者说是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 你可以去找北京市人民政府 或者说是北京市税务局 申请什么行政服役了 下面一个 对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 以共同的名义做出行政行为不符的 找谁共同的上一级 对于被撤销的行政机关 在撤销前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我们想继续行使其行政 这个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 行政机关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这大都应该知道一下 所以说我们去哪里申请行政服役 这里面的服役的管辖 一定要掌握 讲应当中是画了一张大表格的 那么这个自己要去看看 注意文字性的客观题选项 我们来看到多选题 那么下列关于行政服役表述 符合有关规定的 A选项 对于各级税务局具体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向其上级税务局申请行政服役 这是原则 没问题 B选项 对于计划单列是税务局具体行政行为不符的 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服役 也没问题 C选项 对于国家税务总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的 我们向总局申请行政服役也没问题 D选项 对于各级税务局的机查局 各级税务局的机查局 行政行为不符的 那么我们向其所属税务局的上级税务机关 申请行政服役 这是什么 错的 我们只能向其所属的税务局申请行政服役 正确的应该选的是ABC 选的是ABC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黑体字 关于行政服役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申请人被申请就相当于我们诉讼当中的原告和什么 被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行政服役申请人的规则 谁去申请行政服役 他的申请人和代表有什么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话 申请行政服役的话 我们以核准登记的企业为申请人 并由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代表该企业参加什么 行政服役 第二个 其他合伙组织申请行政服役的 我们有合伙人共同来申请行政服役 其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申请行政服役的 比如说一些民间团体 它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 但是它也是属于社团组织 那么由该组织的什么 主要负责人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服役 没有负责人的 那么我们推选 其他成员代表该组织参加服役 对于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 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 认为税务机关的这些具体的行政行为 侵犯了企业合法的权益的 我们以谁的名义 权益权 我们是可以以企业的名义来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另外有权申请行政服役公民死亡的 那么由庆亲署来干嘛申请行政服役 那么有权申请这个服役的公民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那么尤其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来代理行政服役 那么有权申请行政服役的法人或者组织发生合并 封密或者宗旨的那么按照什么承受其权利 义务的法人或者组织申请行政服役 另外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 与被查审查的税务具体行政行为有什么 有厉害关系的 那么我们可以向服役机关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什么 行政服役 服役机关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服役 那么第三人不参加行政服役的 是不影响该案件的什么审理的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某宿务机关对于A公司做出了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 那这个行政行为其实渐渐影响到了A公司和B公司之间的业务 尤其是影响到了B公司的相关的利益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行政行为是对A公司做出的 但是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了B 那这个B就是一个厉害关系人了 那你B可以申请作为什么第三人参加服役 机关也可以通知他作为第三人参加服役 但是你B参加不参加服役 都不会影响我整个服役的一个进程受力 另外 非具体行政行为管理相对人 但其权力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剥夺 限制或者赋予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 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服役的时候 那么对于非行政行为的管理相对人 可以单独的干嘛 申请行政服役 也是刚刚那个例子 就是说税务机关对A做出一个行政行为 然后A并没有申请服役 没有服役 A没有服役 但是这个行为会影响到B的利益了 那B其实属于行政管理相对人 因为我这个行政行为又没有对B做出 对不对 是对A做出的 但是这个行政行为影响到了谁 影响到了B 现在倒了没了 A也没有服役 如果A申请服役的话 那B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服役 对不对 但不管你B参加不参加服役 都不影响我服役的结果 现在是什么 A没有服役 我B可以单独申请服役 这个没问题 听说了没有 好 对于服役代表的规定 如果说同一个行政服役的案件 申请人超过五个人的 那么我们可以推选一到五名的代表 来参加服役 那么服役的代理的规定 那么申请人第三人 可以委托一到两名的代理人 来参加服役 申请人第三人 委托代理人的 应当向服役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书要载明什么 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 不就是我们讲的委托三要素吗 代理三要素 如果说公民在特殊情况下面 无法书面委托的 我们可以口头委托 口头委托的 服役机关何时后要记录在案 另外申请人第三人 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 应当书面告知服役机构 单选题 下列关于服役申请人 可以作为服役申请人的 A选项 申请服役的公民下落不明的 其近亲属 这叫死亡的才是近亲属 B选项 有权申请行政服役的公民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其法定代理人 没问题 C选项 有权申请行政服役 这个有权申请行政服役的是 股份制企业 应该是什么 以企业作为申请人 不是股东代表大会 D选项 有权申请行政服役的 法人发生宗旨的 那么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 法人组织 作为申请人 申请行政服役 正确的 应该选的是B 再看到题目 下来关于行政服役 说法表述什么 错误的 A选项 有权行政服役 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 不得申请行政服役 这是什么 错的 可以申请 尤其近亲属 申请行政服役 B选项 合伙企业 可以推举一名合伙人 为申请人 这个也是错的 合伙企业的话 应该是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来申请行政服役 那么由执行合伙事务的 合伙人代表该合伙企业 参加行政服役 C选项 行政服役的第三人 可以申请参加行政服役 没问题 B选项 股份制企业 股东大会 股东代表大会 董事会 认为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 可以企业的名义 申请行政服役 没问题 所以说错误的 应该选的是A和B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被申请人的规则 被申请人的话 也就是被告 也就相当于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找谁 你现在找的是上级税务机关 对不对 比如说 你现在是北京市海淀区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 你申请什么 行政服役 对不对 那好了 那这个时候 你跑到北京市税务局 申请服役 这个原告是你 被告是谁 被申请是谁 那讲清楚是谁 海淀区税务局 对吧 这个就是被申请人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申请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符的 申请服役的 由做出该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申请人对于扣交义务人 扣交税款行为不符的 我们应该由主管 该扣交义务人的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比如说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话 我们与人单位 是我们个人所得税 比如说我们综合所的里面 工资金预扣预交的 这个扣交义务人 对不对 我现在对于这个 我们公司 因为要庆行全员 全员全额 预扣预交 我说你不要帮我扣税 公司说不行 我不符 对吧 也就是对于扣交义务人的 扣税行为不符的 那么找谁 找主管 这个扣交义务人的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对于税务机关 委托的单位和个人 代征税款不符的 有委托的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比如说我们的保险公司 税务机关委托保险公司 代收什么 车传税 你对这个行为不符的 找谁 找委托的税务机关 作为被申请人 找谁去服役 找委托机关的上级税务机关 申请行政服役 对吧 就这意思 对吧 然后是对于这个税务机关 与这个法律法律授权的组织 以共同的名义 强调是以共同的名义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那么谁作为被告 被申请人 我们由这个税务机关 和法律法律授权的组织 为共同的被申请人 税务机关 与其他组织 与其他组织 以共同的名义 做出的行政行为 前面是什么 授权的组织 共同名义 这个是以其他组织 以共同的名义的 这个时候 其他组织不作为被申请人 仅仅是以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注意这两个区别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前面一个是什么 授权的 一个是没有授权的组织 一个是有授权的组织 有授权的组织的话 税务机关和授权的组织 为共同被申请人 没有授权的组织的话 就是以税务机关 为什么被申请人 看到没有 然后下面一个 税务机关依法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制定 经过上级税务机关的批准 它是经过上级税务机关的批准 才做出一个行政行为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复役的被告是谁 批准的机关为被申请人 那么申请人对于重大 税务案件审理的程序 强调的是 审理程序做出的决定不符的 对于审理程序性的问题不符的 我们按照审理委员会 所在的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并不是由审理委员会 作为被申请人 注意这区别 另外 税务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 内设机构 或者其他组织 没有经过法律授权 以自己的名义 对外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我们由该税务机关 为被申请人 听出了没有 那么被申请人 也就是我们这些被告 也就是主要是这些税务机关 我们是不得委托 本机关以外的人员 参加什么行政复议 但是申请人可以找代理人 找律师 没问题的 但是税务机关 不得委托本机构以外的人员 参加行政复议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黑体字 关于行政复议的申请 那么首先 申请复议的时间60天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知道税务机关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知识期的60天 那这60天 起点从什么时候 这知道该怎么算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形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是当场做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 我们自做出知识期 算60天 60天内申请复议 就这意思 第二个 载明行政行为 法律文书是什么送答的 直接送答的 我们自签收知识期开始算 如果说是邮寄送答的 法律文书是邮寄送答的 我们是在邮件签收单上面的 签收知识期开始算 没有签收单的 我们是在送答回之上 签名知识期开始计算 如果说是通过公告形式 来告知的 那么我们按照公告规定的 什么 届满知 不是公告知 是公告届满知 开始算60天 那么税务机关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没有告知申请人的 是事后补充告知的 那么我们自收到 补充告知通知知识期 算60天 那么被申请人能够证明 申请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 我们自证据材料 证明知道 知识期开始算 60天 这里面60天的计算 起点一定要注意区分 第二个 负义等次序问题 也就是说 对于征税行为 有关的争议 我们必须是什么 这是必须是 先什么 负义 再什么 诉讼 对不对 先负义再诉讼 除此以外的 其他争议 我们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先负义 再诉讼 也可以什么 直接提起什么 诉讼 所以说跟征税行为 有关的争议 一定要去看一看 熟悉一下 然后 行政负义的申请方式 我们是 可以是书面 也可以是什么 口头 另外行政负义和行政诉讼 不能同时进行 注意一下 行政负义和行政诉讼 我们不能够同时进行的 你要么先负义再诉讼 要么直接提起诉讼 你不能说是什么行政 这个负义诉讼同时进行 另外呢 如果说你直接提起诉讼的话 就不能够再次申请行政负义了 好 我们来看到多选题 行政负义申请人 在知道税务机关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致日起的60天内 提出行政负义的申请 那么这60天的表述 起点 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当场做出的 我们自做出致日起计算 没问题 B选项 能够证明申请人 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 我们按照有关的一些证据材料 证明其知道 致日起开始什么 计算 没问题 是法律文书 直接送达的 我们自签收致日起算 没问题 如果说是通告公告形式送达的 我们自公告致日起 错的 我们自公告什么 这个截止之 我们是从公告 不是从公告致日起开始计算的 再次强调一下 选项 请他注意 不是从公告致日起开始计算 所以说这个公告经常考的 你们要注意一下 正确的选的是ABC 所以说是端于公告送达的话 一定要注意 好 我们再看第六个 关于行政复议的受理 那么符合以下七条的 我们这个复议机关应当干嘛 受理 复议申请 包括什么呢 首先是属于复议范围的 在规定60天内提出的 有明确的申请人 被申请人的 申请人和行政行为 有利害关系的 有具体的复议的请求和理由的 那么收到的复议申请 是我复议机关 职责范围的 那么其他复议机关 没有收到同一个复议申请 法院也没有收到什么 同一个事实的 同一主体 同一事实的什么 行政诉讼的 那么OK 复议机关 我们就要干嘛 受理了 那么在复议期间 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复议期间 具体的行政行为干嘛 不停止执行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税务机关 对我处于罚款不服 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即便申请复议了 罚款也要交 也就是说具体的行政行为 不停止 不停止执行 还是要做的 也就是说我罚款不服 干嘛 你罚款还是要交 对不对 那复议下来以后 不应该罚的 那已交的罚款退给你 就这意思 所以说你不是说 我因为对罚款不服 我申请复议了 然后这罚款就不交了 没有这说法 所以说我们讲的是 复议期间 具体的行政行为 我们是不停止执行 仍然要履行 这个行政行为的 行政决定的 那么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我们可以停止 哪些情况下面是可以停止的 第一个 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的 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的 申请人申请停止 复议机关认为要求合理 决定停止的 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的 你比如说02年考的一道题目 他说复议期间 可以停止执行的 一般情况下不停止执行 哪些情况下可以停止的 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的是吗 不是 被申请人认为需要的是吧 是 被申请人确实难以执行的 不是 什么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是吧 是 选的是B和D 好 我们再看复议的审查和决定 那么复议机关受理之后 我们应当自受理之一期的几天内 60天内 你要做出复议决定了 如果说案情复杂 不能在这个60天内做出决定的 那么经过复议机关的批 负责人批准 我们可以适当的什么 延期 但也要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但是延长的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几天 30天啊 不超过30天 那么再看第二个 复议的宗旨 这个宗旨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宗旨我们叫做什么 暂停 哪些情况下 没有复议是要进行暂停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那么行政复议什么 宗旨 第一个 公民死亡 申请人的 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死亡了 那么其进行处 没有确定是否参加复议 第二个 申请人的公民丧失了 行政复议能力 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第三个 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组织 终止的 这终止就结束了 解散了 那么尚未确定权力义务承受人的 第四个 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下落不明 或者宣告失踪的 暂停 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为不可抗力因素 无法参加行政复议的 暂停 行政复议机关因为不可抗力因素 暂时不能履行工作职责的 暂停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需要有权机关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暂停 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 那么现在其他案件还没有审结的 暂停 那么需要其他宗旨复议的情形 那么这九种行为我们都要干嘛 暂停 但是这九种行为终止的原因消除之后 我们应该干嘛 及时恢复 案件的一个审理 另外呢 第二第三条 也就前面三条 也就公民死亡 丧失行为能力的 或者说是法人组织终止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这三条是什么 暂停 但是如果说超过60天 满60天 你在这个前面三条 终止暂停的原因没有消除的话 行政复议就干嘛 就终止 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三个括号 行政复议的终止 这个终止就是什么 结束 什么情况下 行政复议要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申请人干嘛 撤回 那撤回 复议机关准备撤回的 公民死亡 没有禁情署 或者禁情署放弃复议的 法人组织宗旨 这个权益承受人放弃 复议权利的 申请人被申请人按照规定 我们准备达成什么 和解了 你都已经和解了 你还复议什么东西 另外 行政复议生理后 发现其他的复议机关 先于本机关受理了 或者说是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 那我们也不能够再复议了 结束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下列复议期间 应当干嘛 终止 这个终止是什么 结束 结束行政复议的 A选项 作为申请人的 公民下落不明的 暂停 B选项 申请人死亡的 公民死亡的 请亲亲属 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这是什么 暂停 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要求准于撤回的 终止 结束 B选项 案件涉及法律 适用问题 要有权机关做书解释 或者确认的 暂停 选的是C 好 我们再看复议的决定 那复议之后 我们一般情况下 在60天内做出 那么做出的结论 无外乎就这么几条 第一个 具体的行政行为 事实清楚 证据倔槽 依据正确 程序合法 内容适当 决定维持 就相当于维持原判一样的 第二个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我们要求 复议机关要求其 在一定期限内干嘛 履行职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我们可以干嘛 撤销 变更 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 什么 违法 那么如果说是 撤销或者违法的 那么我们可以责令 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干嘛 重新做出新的行政行为 包括哪些呢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 依据错误的 程序违法的 或者说是超越滥用职权的 而且或者说是 具体行政行为 明显什么 不当的 那么有这种行为的 我们原则上是要么撤销 要么变更 要么就认为 你税务 原税务机关 做出的行政行为什么 违法 如果说是撤销 或者说是认定为违法的 要你干嘛 重新做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 另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我们可以干嘛 变更 哪些情况下 可以进行变更呢 第一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程序合法 但是什么 依据不当 明显不当 或者依据错误的 第二种情况什么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但是经过复议机关审理以后 查明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我们再看第八个 关于行政复议的 和解与调节 这个复议的话 我们还可以进行 和解和调节 那么下列行政复议事项 按照自愿 合法的原则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在复议机关 做出复议决定前 达成和解的 复议机关也可以进行调节 哪些呢 比如说自由财量权 那不像行政处罚 核定税额 确定税率 行政赔偿 行政奖励 还有其他一些 具有合理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些处理 这些行政行为 是有商量性的 我对听处罚 因为处罚有一个 量 量型标准 相当于一个量型标准 什么50%以上 三倍以下 对不对 你这个行政材料 这个可以商量 还有一些什么 行政赔偿 赔多赔少 奖励 奖励多奖励少 等等 那这些可以商量的 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 和解 第二个 申请人和被申请 如果达成和解的 应当向复议机构 提交书面的和解协议 和解的内容 是不能够损坏 社会公共利益 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那复议机构 应该什么准许 那么经过 复议机构的准许和和解 终止了这个 请大家讲 因为和解之后 终止了行政赔偿的话 申请人不得 以同一个事实 和理由再次申请什么 行政赔偿 就是说 你这东西 比如说你这个罚款 这个因为这个裁量的问题 你现在达成和解了 本来一开始裁量不服 现在达成和解了 你少罚一点 但是你少罚的话 这个行政赔偿就结束了 今后你还觉得 我觉得这罚款 应该一分钱都不交 你这个时候 你再去申请复议 你同一个事实 同一个理由申请复议的话 税务机关是不会接受的 这都知道一下 第四个 行政赔偿的调解书 应当展明行政赔偿的请求 事实 是由和解的一个什么 结果 调解书里面 应该要注明的一些事项 请求事实 理由 调解结果 那么并驾盖 行政赔偿的机关印章 当成双方要签字 一旦签字就具有法律效率了 协议 调解没有达成协议 或者说是调解没有生效的 那么复议机构应当进出 做出什么 复议的什么 决定 这性质不一样 不是和解了 是复议决定了 申请人不履行行政 这个复议调解书的 由被申请人 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或者由人民法院来申请什么 或者说是申请 向人民法院 来申请什么 强制执行 知道 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第二节的内容 那第二节的话呢 主要是涉及到有关的行政什么 还是要关注一下行政复议的范围 管辖申请人 被申请人有关要求 那对于最后一节 讲的是行政的什么 诉讼 那诉讼的话 简单了解一下 因为它不是特别重要 那首先要知道一下 诉讼的话就是 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诉讼的话 被告 首先明确一下 被告必须是什么 税务机关 或者说是法律授权 行使这个税务行政管理权的一些组织 而不是其他行政机关 这要谈清楚 税务行政诉讼 它的被告必须是谁 必须是税务机关 或者说是法律法规授权的 行使税务行政管理职权的一些组织 那其他的行政机关 是不能够作为 税务行政诉讼的被告 税务行政诉讼争议的解决 发生在这个行政管理过程当中的 但是因为 正因为是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 所以说强调的是什么 跟税款申纳所发生的争议 复议毕竟是什么 诉讼的前置程序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 这个跟征税有关的争议 我们必须是先复议再诉讼 因为这个 在争议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在解决 这种争议的过程当中 复议还是你的行政管理过程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对于征税有关的争议 你必须要干嘛 先复议 你要履行你的行政管理职责 之后你才能够提起什么 诉讼 诉讼的管辖 那诉讼管辖了解一下 我们常见的管辖的话 这个不单单是这个 税务行政诉讼 其他的行政诉讼 也是按照这个管辖来执行的 包括我们线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和裁定管辖 那级别管辖 会就我们基层 中级 高级 最高 最高院 基层人民法院 就比如说是某某区 某某县人民法院 就叫基层人民法院 那这个管辖 除了上级法院管辖的 第一省税务案件以外的 所有的第一省税务案件 行政案件 我们一般都是由 基层人民法院来审理的 中级人民法院 主要是指的是 对于国务院各部门 或者说是县以上 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 提起诉讼的 海关处理的案件 辖区内的重大复杂的案件 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那么这里面 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省 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就是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 我们作为一省的案件 这个比较少 高院比较 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 主要是指的是 省级人民法院了 自居之下是人民法院了 这个是高级人民法院 另外是最高院 最高院的话 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 一省的 涉及到重大复杂的 一省的税务案件 由最高尔人民法院来审议 这个也很少出现 地域管辖 一般地域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 一般地域管辖 主要就是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这个行政机关 所在地 我们叫做一般地域管辖 那特殊地域管辖 我们按照特殊的 一些行政法律 法规 或者说是这个特殊的 这个有关的一些对象 来指定 来确定相应的管辖法院 那么还有一个裁定管辖 裁定管辖 那有移送和指定 移送的话 就是说人民法院 已经审理的案件 然后发现了 这个我们本家 本法院没有受理权 它可以移送到 由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来审议 这叫移送管辖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的话 是由上级人民法院 来以裁定的方式 指定某一个 下一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某一个涉水案件 只要知道一下 指定管辖的话 主要是考虑到一个 回避的问题 有一些这个 计查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税务行政诉讼的 一些起诉和受理 知道一下时间 那么像征税行为 提起诉讼的 必须是先负义再诉讼 那负义不符的 我们提起诉讼 我们自负义决定 这日起的几天内 15天内提起诉讼 那么对于其他 行为不符的 那么你也可以在 你可以先负义再诉讼 这时候诉讼的话 按照负义决定 这日起的15天 那你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那么我们自知道 这日起的什么 15天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人民税务机关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没有告知 公民法人 或者组织的一些 起诉时间 起诉期限 从公民法人 或者组织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至即开始算 那么但是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行政行为内容 最长不超过几年 一年 而这个是我们 税务行政诉讼的 一个最长诉讼时效 一年 大家知道一下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单选题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对于征税行为 提起诉讼 必须是先负义 负义不服再诉讼 那么这个诉讼 我们再收到负义决定书 这日起的几天内 15天内 提起诉讼 选择是A 选择是A 好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 比较简单 也就是这么两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把整个第14章 给各位考生做一些介绍 那么重点的话 去关注 重点关注 还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 第一节的行政处罚 和第二节的行程复义 那么自己课后 把这两节的知识点 自己再整理一下 梳理一下 把课后的题目 把它自己做一做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 我就要说一下了 那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今年的 这个2022年的这个基础班 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基础班就要节课节调了 对吧 那么因为我人在上海 这个受疫情的影响 其实整个4月份 5月份 我并没有怎么很好的录课 这个考生都知道 希望你们也能够谅解 如果说没有这个 两个月疫情的影响的话 我其实应该正常的进度的话 应该是在劳动节前 我就可以把基础班 可以全部节课节调的 但是因为 这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一直拖到今天 才把我们今年的 睡法的基础班 给各位考生全部解掉 那么对于这个基础班之后 我还是要谈几个问题 希望你们自己在今后的 离8月底的考试的话 应该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里面 我希望你们要注意几个点 关注一下 首先第一个 叫夯实基础滚动提高 也就是我们睡法的东西 其实不少 这个大家都知道 已经学完了14章的内容 其实14章很容易就是什么 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 就这种东西 学一点忘一点 学一点忘一点 所以说对于你们的基础 一定要干嘛 要打捞你们的基础 夯实基础 一点一点的滚动提高 因为睡法这东西 首先第一个 我们学完这14章 回过头再去看这14章内容的话 我相信以你们目前的水平看 应该是都能看得懂的 所以说应该是这么讲 对于知识本身而言 并不复杂 应该这么讲 对于知识本身而言并不复杂 为什么容易学了后面就忘了前面 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知识 进行融会和贯通 我觉得第一个 你的基础并没有扎实 只有你把基础打捞之后 你后面学的东西越学越多 才是一点点一点点滚上去的 我们叫做滚动提高 所以说这是希望你们要 在今后复习当中 甚至于今后在其他课程备考里面 你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这一个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学完了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要考试了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干嘛 要去做题嘛 做题了啊 平时我在基础班当中都已经强调过 学完一章讲一章的题目的时候 我都已经谈过了 谈过什么问题 就是说把这张整理一下 教材啊 讲一啊 梳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签一啊 签二后面的这个习题啊 带着把它给做掉 我之前就已经讲过做题目了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什么 知识与实体相结合 只有你在课上听懂了 后面的题目会做了 你的考试才有及格的可能 就是这个要求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 这是针对的是考试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理论与实物的相结合 那这个是对于你今后 我在课上听了这14章的内容了 然后我在工作岗位当中 如何去运用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看你个人水平了 因为很多被考的考生的话 还是我们所讲的 都是一线的财快人员 审计人员 所以说对于你在课上 学习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今后还是要在 具体的工作当中 要运用得到的 第三个呢 要充分利用你手上的 所有的学习资源 你要能够充分利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开始要强调习题了 题目量了 那这个习题的量 除了我们买的这些教服以外 请一啊 请二啊 请三请三等等 这些教服以外 其实我们在这个课件里面 我们这个学习平台当中啊 冬奥的学习平台里面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 每一章节 它都有章节的习题 这个是电子版的 对吧 章节的习题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做 都可以去练 其实题目不是 你没有题目去做 而是题目有的时候 你是多到你来不及做 不是没有题目做 这个你们一定要去做 手上的资源 要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你不要不要利用 对吧 一天到晚的 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学的 说句实话 你们学的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都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出来 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 如果说你课上真儿八经 真实认真听的 课后每一章的习题都带着做的话 我个人能够感觉得到 你的题目的正确率 应该不会低到哪里去 对吧 你说我轻易的题目做完了 你还有亲爱的题目 你还有网上的一些题目 你就试着做 我个人觉得你题目做多之后 这种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了 我觉得你的正确率应该不会很低 我这么讲 至少不会很低 我正确率连50%都不到 我觉得不太可能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说你税法的正确率 比如说你客观题正确率50%不到 你这一章等于没好好的学 我就这么认为了 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 对吧 那后面的话我也说一下 今年按照22年的这个牌的班词 因为今年我是在A班里面的 对吧 今年我是在A班当中的 所以说我们A班的班词里面 出了我们基础班之后 我后面还有两个班词 一个是CT班 还有一个是摩考班 这里面都是题目了 CT也好 摩考也好 都是有题目了 所以说我们后续的复习的话 我就是把某一些知识点 我在CT班当中 在单独的再把它拎一拎 强调一下 巩固一下 然后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题目 那CT班当中 因为我们在平时课件里面 其实都主要讲的是一些客观题 这个我觉得还好把握 那么CT班当中 我们还会讲一些主观题 包括我们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 土地增值税一些主观题 我觉得主观题的话 你在课上稍微去听一听 因为主观题是要给你们思路的 不要到时候你们去做主观题 就像无头苍蝇一样的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其实主观题的话 做起来是很简单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 你知道巴金去做一些主观题的话 我个人觉得 其实主观题要比客观题要好拿分数 因为客观题 你有一个知识点没拿 没有好好的学 这个分数你就拿不到了 这道题目就错了 但主观题就不一样 你哪怕某一个知识点没学好 但是你按照分布得分来讲的话 你有些分数该拿的分数 还是能够拿得到的 像我们直接所得税 十五六分的一道综合题 你哪怕 你说我会计没学好 什么东西没学好 但是如果说你分布得分的 有一些该掌握的纳税调整 你把它给掌握好了 你比如说什么 广告宣传费 业务招待费 手续费佣金 工资的三费 你这些东西能够调出来了 你这个式子能够列出来了 金额写出来了 告诉你题目当中 你写清楚调整多少 应纳税所得 或者调减多少 应纳税所得额 那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分数都已经到手了 这个分数就到手了 即便你的会计利润算错 但这种东西 一半的分数 都应该能够拿得到 也就是说 你十五六分的一道 所得税的一道综合题的话 你基本上七分到八分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说这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这个我们后面 在习题班和某卡班当中 逐一的给各位考生 做一些介绍 好吧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今年的 这个2022年度的 我们CPA税法的基础班 就给各位考生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